学生开学 这个夏天也完美的落幕了 相信很多喜欢追剧的朋友肯定没有失望 毕竟这个夏季电视剧还是非常给力的 出现了很多剧情和演员演技 都非常在线的电视剧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 剧中的男女主也大火了起来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夏天最火的男明星吧 邓伦邓伦要说是这个夏天 最大的赢家一点都不为过 先是和热巴合作的《1001夜》 就收获了很多好口碑 邓伦的颜值和演技也受到了观众的认可 之前邓伦和当红女星搭档 大多出演配角 如今自己出演主角也是非常成功了 之后和杨子搭档演出的《香蜜》 更是将邓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剧情将观众虐的死去活来 演员设定也是非常好的 观众不喜欢就怪了 罗云熙 罗云熙之前大家喜欢她 大多是因为唐人和钟翰良 饰演的电视剧《何以生》肖默 罗云熙在在《何以生》肖默 中饰演的是《何以生》大学时期 剧中的《小何以生》是一位高冷学霸 罗云熙的《非常适合》这样的设定 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之后 罗云熙被称为最帅学长 如今凭借《香蜜》中的润玉一角 更是圈粉无数 虽然是反派 但是却是一个让人恨不起来的反派 没办法谁让她长得这么帅的 徐海在热播剧《言喜功略》 忠实演绎为《深情》的守护者复查复衡 而我设定也是非常的讨喜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跟男主念缘比起来 徐海是一位新人 凭借这部电视剧收获了无数的粉丝 所以徐海无疑是这部剧的里面男星中最大的赢家了 阮经天阮经天的实力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和杨幂合作的电视剧《扶摇》 也收获了非常好的收视率 阮经天在里面的演技也受到了网友的认可 更是有许多人认为阮经天之后再无无几 这是对阮经天演技的一种认可 朱一龙朱一龙的收获是最大的 在没有出演《镇魂》之前 朱一龙在娱乐圈是一个不温不火的存在 虽然在《镇魂》之前也是出演了非常多的作品 但是一直就是没有让观众注意到这个男演员 直到碰到了《镇魂》这个作品 朱一龙演技颜值被大家认可 一举成名